在中国的封建社会,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,但基于皇位的人实在太多了,所以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江山,一定不择手段,其中就包括杀功臣。说到杀功臣的皇帝,我们一定会想到朱元璋。朱元璋的逆袭,告诉世人成功和以和出身没有关系。 众所周知,朱元璋原本是个乞丐、和尚,本来这辈子和皇帝也沾不上边,但后来朱元璋为了混口饭吃,加入了军营,这也是他命运开始转折的起点。 后来在军营中,结识一帮好友,他们愿意追随朱元璋一起打天下,经历千辛万苦。朱元璋终于建立明朝,成为了明太祖,从此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,受天下人跪拜。 在朱元璋的治理下,国家呈现出国泰民安的景象,朱元璋算的是明朝的明军,但朱元璋的一生有个最大的污点,就是杀掉了接近十五万的功臣。 这些被杀之人都是曾经被朱元璋上刀山下火海的大臣,朱元璋怎么下得去手。 但细想一下,朱元璋为什么会杀那么多功臣呢?有人觉得是朱元璋自己想巩固江山,才做出了不义之事。 但这个理由不是最重要的一点,朱元璋本来是不想杀功臣的,但因为一个人的去世,才让朱元璋下定决心。 去世的人就是朱彪,朱彪是朱元璋的低长子,马皇后所生,在朱彪小时候,朱元璋就认定这个儿子为接班人了。 从小就对朱彪进行培养,成为太子的朱彪,更是深得大臣的拥戴,朱元璋也是非常满意。 但1392年,朱彪太子去世了,朱元璋心痛万分,只能立朱允文为下一任国军。 但朱允文没有任何势力拥护,朱元璋担心孙子上位之后,会做不长久,所以为了保住孙子,朱元璋大开杀戒,最著名的就是蓝玉惨案。 可以说,朱彪的死造成了一系列的惨案,不过朱元璋没想到还是自己的儿子起兵反了朱允文吧,家庭内战才是最严重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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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。 。